简单,孙小雅对于这些事情是受到了国务院的指示 千万不能讲台湾是美国的盟邦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奇怪,美国在过完年以后,在台湾过完年以后 有几名国会议员纷纷要访问台湾 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在21号就要到达台湾 他指名要见赖兴德、韩国瑜还有三党的党首席 那在盖拉格没有来之前,各位去看美国媒体的报道 尤其是智库方面,他们都已经提出了 就是说国民党值得注意的三个人是谁 第一个韩国瑜,第二个是卢秀燕,第三个是蒋万安 但是他们把焦点似乎都放在蒋万安身上 为什么他们要放在蒋万安身上 因为蒋万安对他们来讲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蒋万安某些形式风格 跟美国人一样,他毕竟在美国读书 在美国求学,也在美国工作过 然后再回到台湾,担任他父亲的助理 就是蒋孝延的助理 然后参选立委,又当选了台北市长 在这一连串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韩国瑜或者是卢秀燕 他们在美国的资历,经历跟人脉方面 那显然不如蒋万安 所以现在美国的媒体对于蒋万安的探讨 特别的多 这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为什么讲值得注意 因为蒋万安在美国工作 就学跟深造 对于美国的政情 当然有第一手的观察跟了解 同时他也跟美国人共事过 他在律师事务所 不论担任大律师或者小律师 应该就是小律师了 他在担任律师的过程当中 各位要注意到 美国的律师通常都是政界的精英分子 所以他们自然会关切蒋万安 因为他们对蒋万安比较熟悉 但是至于对韩国瑜跟卢秀燕来讲 韩国瑜虽然参与大选 但是美国人对他的评价并不高 那评价并不高的原因是 关键在于说 韩国瑜他是过分请忠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他们对韩国瑜是很有余虑 那其次就谈到了卢秀燕 他们认为卢秀燕在这次的选举 表现得不错 尤其是光复了台中的故土 稳住了中台湾 所以他们认为下一波 国民党要参与大选的政治人物当中 就以这三个人为主 那现在话拉回来讲 就是说美国AIT的处长孙小雅在年后的第一天 2月16号去拜会了韩国瑜 韩国瑜也送给他一副春联 那同时也跟孙小雅闭门会谈 当然他跟孙小雅闭门会谈的应该就是 未来立愿运作的形式 但是各位要知道孙小雅见韩国瑜的时候 他曾经接受艺人台资源的访问 不能讲访问 那个叫对谈 叫对谈 台资源曾经问了一个敏感的问题 说台湾是美国的盟邦 孙小雅说不是 是朋友 是合作伙伴 而不是绝非盟邦 显然孙小雅对于这些事情 是受到了国务院的指示 千万不能讲台湾是美国的盟邦 因为盟邦他有两个前提 一个 一个就是我们两国都建交 但是美国跟台湾断交了以后 这个盟邦的地位不存在 台湾应该是名列第四级的 第一级向北约日本 第二级的向包含新加坡 菲律宾等 第三级的就是包含 所谓的中东的亲美国家 第四级才到台湾 所以台湾不是美国的盟邦 但是是朋友 是协作伙伴 是伙伴关系 事实上这些话 我在美国里 我跟美国人见面的时候 听了太多了 其实美国对于台湾的一些看法 我讲一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 那所谓的例子呢 就是每一次台湾有出格的动作 他说他们并不在意台湾出格的动作 但是他在意的是你台湾下一步那是什么 就曾经美国某位高官 他直接了当告诉我 他说台湾跟美国之间既非盟邦关系 也非盟友关系 而是协作伙伴关系 协作伙伴是什么意思 还不是伙伴 是协作伙伴 他举一个例 我们包一个工程 分了二十几个项目 也台湾只是我项目下的 一个合作厂商而已 而不是主要厂商 这位官员跟我讲的时候 我当时我吓了一大跳 那现在就是说我也相信 因为他讲这些话 大概都是二十年前了 二十年前他在野的时候 曾经来台湾访问过 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就直接了当讲 你们只是我协作厂商而已 就协作伙伴 从这一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孙小雅去拜会韩国瑜 从孙小雅会陆续的访问 拜访 卢秀燕 他讲万安已经见过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美国的重点 对于国民党来讲 已经不是放在国民党的身上 也不放在朱立伦的身上 而是放在了韩国瑜 韩国瑜 卢秀燕跟蒋万安的身上 尤其美国人喜欢讲 蒋万安必然参与 二零二八的大选 那蒋万安 讲了一句很俏皮的话 他就讲 不要那么急着帮我找工作 因为我做台北市长只有一年 你不需要帮我找工作 从这句俏皮话 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越来越重视 蒋万安 卢秀燕跟韩国瑜 当然以蒋万安举手 你卢秀燕 屈次韩国瑜为第三 但是他们也关切了一件事情 这三个人能不能合作 就攸关二零二八年的大选 我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